中文字幕——YK 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用电瓶所为动力 这其中家用汽车、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就是使用电瓶的大库 电瓶也叫氢酸蓄电池 它含有七成多的氢气氛 还有两成的硫酸电解液 所以它可以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 所谓零海放低噪音可反复充电的绿色环保能源 电瓶早已广泛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我国是电瓶消费大国 每年产生的废旧电瓶就超过二百六十万吨 废弃的电瓶是一座宝藏 从废旧电瓶中回收千资源 可减少千矿开采量 但另一方面 废旧电瓶不然很大 属于国家明文规定的危险废屏 废旧电瓶如果拆解不到 他的每一部分都会对环境生态造成很大的破坏 李志科是个崇尚快乐工作的人 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工厂工作 热捧财富英雄的他 总梦想着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为此他辗转做过几个行业 但都无所成就 他的家乡公益 在民国时期就是军工制造重点 时至今日 仍有不少人从事着机械制造工作 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 李志科对机械制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天李志科得知 他朋友的父亲因工厂解缺拆解电瓶的工人而犯愁 他便动了心思 经过一番了解 他才知道 目前在电瓶拆解方面 加工方式还非常落后 完全依靠人工 这时他决心做一台电瓶拆解机 万事开头难 从哪里下手好呢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他看到有工人用机器切一拉罐的盖子 就上前细细观望起来 看着看着 他灵光一现 拆解电瓶的第一步 也是要切开电瓶盖嘛 有了灵感 他开始着手打造自己的电瓶拆解机 一年后 他的电瓶拆解机 就做好了 电瓶拆解机 跟人工拆解电瓶一样 分为两大步骤 第一步是在推头 将头件的电瓶 推入切盖位置后 切刀切削掉电瓶盖 第二步 是模仿人手 举起铅块 往下磕的动作 用一个电机 带动波叶轴旋转 两边下疗槽 被波叶抬起后 重重的落下 将铅块 从电瓶中 甩落出来 波叶不断旋转 下疗槽不断起落 一块块电瓶 就被拆解开来 开始推出向载 承课